因身材太过丰满 被国家队聚之门外成了陈晓云曾经引以为傲的标签 2018年陈晓云参加超新全运动会的游泳项目 取得了女子50米游泳的冠军 似乎是这次的成绩戳中了陈晓云的内心 她兴奋地对着记者说 但是我当时有的特别好 就是国家队差点要我 国家队差点要我 配上她当时被打马赛克的热辣身材 不少媒体信以为真 光是陈晓云因身材太辣 被国家队拒绝的报道 就罚了一篇又一篇 殊不知国家在选拔运动员这方面 身体素质和实力才是竞选的标签 而陈晓云本人除了身材好 的确和国家运动员的标准无半点关系 毕竟知情网友都了解国家队选人严格 如果只是差一点 那必定会接受过底操或者游泳的专业训练 个人的履历上肯定会有这么光鲜的一段 比如妮妮的资料里就显示过 她是国家二级游泳运动员 至于身材太好 被国家队拒绝门外的说法 那不妨看看迭勇女神露营 同样是身材甩她几条街 但依然在国家队里焕发光彩 而陈晓云的履历里却完全没有这一点 显示的也只是她曾经是个学芭蕾的舞者 曾经以专业课第一名的好成绩 靠上中央戏剧学院 原本有着好成绩傍身的陈晓云 应该是班级里的佼佼者 但她那张圆润的五官不太分明的脸 则成了阻碍她前进的开端 不久后她选择整容来改变自己的外貌 她在节目自爆自己整骨过不下十次 下面这张对比照片 的确看得出来脸部的变化极为明显 不过所谓整骨 就是通过按摩的手段达到缩小面部轮廓的效果 如果按个摩就能改善下颌脚大 小方脸还能把圆下巴按成锥子脸 那么问题来了 那么多的整容医院是不是早就混不下去了 当然这只是大胆假设 后来陈晓云的脸蛋是漂亮了 身体却因为练习芭蕾舞 劳累过度 哮喘并复发 她只能带着遗憾和芭蕾舞说再见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陈晓云人处无害的外表 让她接到了不少剧本 尽管是小演员 但却让她在观众面前刷了几波存在感 2016年的如意传开机选演员 陈晓云的形象气质被剧组选中 饰演了正派的索新一角 2018年 如意传上映 虽然刚开始被人诟病 但忠心耿耿 温柔善良的索新 却为陈晓云拉了不少好感 可惜的是 一个小角色的热度并没有维持多久 尽管陈晓云后面又饰演了很多角色 都没有索新给人的意向深刻 想着靠一个角色吃一辈子几乎是不可能 陈晓云就选择参加综艺 为自己再拉一波观众员 可惜的是 她的情商令人堪忧 在综艺节目里表现的茶言茶语 还被观众骂上了热搜 现在男人就发生了热搜导 arkadaşlar 我们来温柔懒 咱们可以切到这次 中疑 这次对 韩歌 我给予全世界 我给予及到 我们来到 深刻的 暗 今年